能得的机会 我是期然后又是第一次 还是希望能够回到 五十的原点 就是比较深切地去思考 就是到底在地的台湾的 属于我们的饮食的风貌 我们的风格 然后属于我们的特色是在哪里 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 在十堂课程里面 除了我自己主讲的 最前面的开头 跟最后的总结之外 就是中间有八堂课 就是我尝试邀请了各个领域的人 就是从小吃到宴席菜 家常菜 然后各式相关的饮料 然后甚至到器物 还有像场所 就像菜市场跟聚落 然后从他们的观点去演绎 这个部分的 就是属于台湾饮食的特色跟风貌 那如果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 大家奇迹起来 我觉得当十堂课 从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 或多或少都能够从这个里面 去捕捉一些我们各自 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 那我觉得 这其实是一种努力跟一种尝试 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 就是各自的思考 各自的研究中间 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的 把我们台湾的饮食的面貌 更乐清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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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